狄夫人方氏皆赏 赐狄夫人方怀蕊 王妃吉福 难怪王爷最后才赏夫人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谢王爷恩典 天哪 怎么找我啦 夫人快抓掉 夫人 快抓掉 夫人 亲一人 夫人 可怎么会抓掉 丑丁 啊 爹 不 夫人 夫人快放下 夫人快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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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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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夫人你没事吧 夫人 有妹妹 怎么不这样 怎么就表会了 好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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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 吉府烧出了莲花的形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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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 莲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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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夫人 方才不知道为什么 公子底告月儿都派人送了礼物过来 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暂时都给收着了 等夫人您回来做主 说去见通使得的速度 谁能比得上这群人了 知悦 燃云 你们立刻出去守着 关好门窗 千万不要让人进来 是 好你个小妮子 神不知鬼不觉 做出这样大的事 竟连我和柔妹妹都满下了 怎么 想等做了王妃才告诉我们不成 此事并非二位姐姐所为 不成为 果然也不是你 夫人待我不保 况且她操持公子底多年 向来宽和公正 王妃之位实至名归 我又怎会有贪图之心 方才我正在奇怪啊 两位姐姐为何会如此冒失 果然 另有其人 难道 是穆海瑶 看她方才的样子 倒像对你还念着几分情分 姐姐未免太不了解穆海瑶了 她若是还念着情分 定会暗中复制 又怎么会在夫人面前 许起旧情 如此明显 不过是想让夫人误会 她与莲儿勾结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还是这么地无情无义 哪有什么永远的朋友和敌人 想来唯有这句话 才是出自她的真心 柔姐姐 你放心 十六年了 什么情 什么恨哪 我都已经忘了 如今她生死荣辱 皆与我无关 齐了 不是你我 又不是穆海瑶 还会是谁呢 无论是谁 必定是身份尊贵之人 我当时便觉得蹊跷 怎么会有烧不掉的布料 忽然想起 有一种名叫眷云母的石头 磨成粉末后可以防火 所以我就取了些粉末回来 这眷云母并不易得 寻常人家是寻不到的 唯一能得到之处 只有王府的仓库 此人到底是谁 为何要助你 这哪是助我 恐怕现在 夫人已对我有怨恨 穆海瑶又诸多忌惮 此人根本就不是助我 而是把我推向众矢之地 风节大典在即 风妃更是指日可待 这些日子 不知道有多少人暗揣心事 更不知道有多少平地风波 妾身给王爷请安 来得正好 瞧瞧 这是什么 这是 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鹦鹉还在 锦方嬷嬷的坟前 却已是草木成林了 锦方嬷嬷死后这几年 都是余德常养着她 我都为了她七天了 一生都不教 看来你是念旧主了是吧 琴鸟尚且有情 人却有暖不热的心 贡品被烧一时虽大 可最让王爷伤心的 还是得妇人 我早就知道 今天不会风平浪静 天灾也好 人祸也罢 总有挡住的法子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先给我致命一刀的 竟然是我的母亲 给王爷捅过刀的 又何止德夫人一人 妾身又何尝不是呢 不是德夫人狠心 是王爷把自己的心 藏得太深 不愿让人看见了 妾身就不信 有我不热的心 若是王爷一人不行 妾身就陪着王爷一起呢 他也知道 你得不信 你说 说 这不是说 别人 那我也不信 你不信 您都信 你不信 那你不信 哲若你不信 可是 方家 方家曾经是取粮的旧主 在取粮根深蒂固 这王妃的位子 王爷 有件事情 妾身不得不说 今天早上 王爷送给夫人的王妃给福 王爷 王爷 乙公子从边疆回来了 快要让他进来 三哥 小嫂子 好久不见 出事了 什么事 我刚回来便听说了供品被烧 在火场 发现了一个摔碎的白绫瓶子 还有 有点 把刀吧 怎么看 你怎么很多的 我不是 你怎么回来 我就是 这次就让她当我们的铁子羊 起来 还没查清你是犯人 不准跪 王爷 难道库房中找到的 不是莲夫人的帕子吗 是她的帕子 没错 莲夫人 你身为王爷女眷 为何会出现在库房 还遗失了手帕 这虽然是她的帕子 但却不是一件 不易得的东西 若有人有心栽赃 也不是难事 王爷 你这似乎有偏袒之嫌啊 不是偏袒 是信任 老七深知莲夫人的平行 此事绝非她所为 信任 等刺戈尔大军来犯的时候 看他们听不听你的信任 况且 毕竟今时不通往日 却算认识再久 又怎知她不会变 植公子说得没错 如今王爷贵为取粮之主 而妾身 也不再是公子底的夫人 人越往高处走 越容易迷失自己 变得贪婪无度 妾身只想问一句 妾身贪的是什么 烧毁贡品挑起两军之争 对妾身有什么好处 你要的好处 并不是两军之争 妾身 王爷 奴婢斗蛋 恳请王爷替我家夫人做主 做主 你家夫人怎么了 夫人 您都这么久没见到王爷了 这是击溃骆青莲的天赐良机 您为何不去瞧瞧呢 千辛万苦才得来的重逢 绝不可以是看他最心爱的女人获罪 惹他深厌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有的只是王爷对我十六年的亏欠 这也是我唯一的生存机会 可您若不在 万一骆青莲巧舌如皇脱了罪 那岂不是错失了良机 脱罪 只要有一个人在 他绝对脱不了罪 我家夫人被有心之人欺辱 当中火烧了王妃吉福 什么 今天一早 王爷亲赐给夫人的王妃吉福 竟然一打开盒子就见风仍然 而且还烧出了一朵莲花的形状 罪留 王爷恕罪 妾臣一时疏忽 才让他在王爷面前红颜乱语 妾臣现在带回去好好责罚 罪留 还不跟我走 夫人 你不能再这么忍气吞身了 此事如今已关乎取良安危 你还替他隐瞒吗 关乎取良安危 怀蕊 起来说 是 王爷 刚才 吉福被烧之日 妾身还以为是先王显灵 亲自为王爷挑选王妃人选 直到妾身 在莲威居发现此物 此物叫倦鱼母 是一种防火的石灰 倦鱼母只藏在府内的仓库里 刚才让人涂在吉福上面 不久仓库就着火了 妾身想尽办法 将为连妹妹脱罪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 这一切只是巧合 你 连妹妹 难道这王妃之位对于你 如此重要吗 竟然会让你乱了分寸 要潜进仓库 偷取眷鱼母还有白链 可能你心有不安 否则 不会在慌烂之中 不小心碰到装白链的水瓶 你肯定没想到 你离开不久 白链离水而染 给取良造成大祸 王爷 其实没有 王爷 若想避免此次纷争 很请王爷将莲夫人送往刺戈尔 给刺戈尔大喊一个交代 王爷 夫人只是猜测未经查实 怎能定罪 而且 把人送往刺戈尔 必是死路一条 王爷三思 王爷 刺戈尔与我取良仅一末之隔 多年来肃无兵戈 王爷不会因为令熙莲夫人 致彼此职交于不顾吧 王爷 将莲夫人 幽禁于城里院 查实之后 再做处置 这是怎么了 眼看着王爷席绝 总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 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有人盼 就有人怕 怕得最厉害的 就是最沉不住气的 你是说夫人 那白鳞瓶子和手帕都是 方家是取良旧主 她比任何人都不愿良军交战 可一切既然木已成舟 便不如顺水推舟 栽赃莲儿 如此一来 既能找到替死鬼平息战事 又化解了吉福自然的传言 我早觉得夫人心思深沉 没想到 她竟然一点不逊一目含妖 只是现在 虽然他们两个人有诉仇 可是如今有共同的敌人 只怕莲儿日后的日子 定会更多艰险 若是此时不能证明清白 又哪里有什么日后 莲儿 你想什么呢 好像 好像当年 我被贬入别院的那一天 也是这样的冬天 也是寒冤被害 也是二位姐姐为我俗心 我 当时我万年俱灰 不仅仅是因为丧子之痛 还因为 我最在意之人 他不肯信我 而今天 又肯不肯信我 好 夫人 给纪uela夫人请一庵 网友寄封信 要小的亲手交给莲夫人 又朗了 信你 救你 王爷 怎么样 好 林夫人有信给您 谢你 助你 王爷 林夫人还有一句话 让小人禀告您 他说 为了取良的安宁 他宁愿前往刺鸽 别哭了 只是去一趟刺鸽 等事情查清楚真相之后 我自然会回来的 别哭了 别哭了 愿说得云丹风险 那为何不肯让奴婢和冉芸同去 分明就是知道凶多吉少 怕连累我吗 有句话是奴婢不应该说的 王爷既然信您 救您 那和刺鸽儿童打一阵便是 何必还要将您 管在这陈里远 只怕相比学位和夫人 王爷到底是看中 绝位多一些 不许胡说 王爷现在已经是取良之主 自然和做公子时的考量 是不一样的 您想着取良 可旁人又有谁管 李夫人为了除掉你 请不惜放火 受公平 方氏一族 掌管取良已有数百年 李夫人在乎取良之心 不属其他人 怎么可能拿战事来冒险呢 唯一希望如此的 就只有一个人 师兄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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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出兵了 此战争兵不足 绰绰有余 那就是多是老弱病残 皆是壮年 既然如此 穆天书一人便可取胜 王爷要草民做什么 穆天书虽然勇猛 却不拘小节 此战不仅要胜 还得巧胜 本王有两个托付 一 死伤不得多过以往的一半 二 收缴不得少于以往的一倍 取良兵粮丰足 此战是王爷席绝后的首战 但关乎生育 王爷何必如此苛刻 如今的取良 还有比生育更重要的事 所有人都不知道 赫连信与赐格尔交战 骆青连只是一个噱头 王爷红事 取良周边助网燃指之心 蠢蠢欲动 取良官员和百姓 对新的安王不乏非议 外患内忧 赫连信不得不战 这一战的成败 不仅关乎新的安王 更关乎取良 大木门户的牢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